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在户外的一条古街上应该是为了给文化传承作宣扬 展现传统文化和非物质遗产之美 也有小伙伴们猜测 这次中秋 王国台打算弄个效仿古人的主题 所以专门请演员做了一系列复古的表演 同时也刚好和他们演的具有关系 不过不管如何 小编和粉丝们最希望看到的 还是穿着一身掀起古风 被衣裳的小鱼仙冠 能在中秋的晚上来一些不一样的表演 比如唱歌 让更多人知道 罗云熙其实还是各出过专辑的歌手 罗云熙